今天中午十二点多 在这个国道三号北向一百七十九点八公里 发生了游览车火烧车的意外 从不了解这辆游览车上 在这台南后甲国中的师生 前往桃源来参加足球比赛 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 流行驾驶就惊觉车辆有异状 立即停在外侧的路间 随即车辆就起火燃烧 而车上的三十二名师生是惊慌的逃下车 站在国道边上等待救援 还好都没有受伤 而消防队到场在中午十二点十分扑灭火势 但整台车就已经烧成骨架 而这起意外也造成国道车流回堵约一公里